各位观众 这里是泰国曼谷苏万纳普国际机场 当地时间11月17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呈专机抵达这里 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将对泰国进行访问 习主席此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将全面阐述中国关于深化亚太合作 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主张 而习主席此行也恰逢中泰建立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 将赋予中泰一家亲新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专机 抵达曼谷苏万纳普国际机场时 泰国总理巴裕夫妇 副总理将外长敦夫妇 文化部部长伊提彭夫妇等热情迎接 礼兵分裂红地盘两侧 身着亮丽民族服装的当地青年 请何时礼 家道欢迎 泰国华侨华人代表 挥舞中泰两国国旗 向习近平夫妇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习近平乘坐的车队离开机场 前往下榻饭店途中 巨幅电子坪上一片中国红 用中泰两国文字写着 热烈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阁下和夫人彭丽媛教授 中泰一家亲 到处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情意 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 簇拥在街道美航 举着热烈欢迎习主席立太 泰国侨胞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 红色横幅 欢呼习主席好 欢迎习主席 表达对习近平到访的热烈欢迎 可容金喜乐 丁缺祥 王毅 何立峰等陪同人员 同机抵达 先期抵达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中国驻泰国大使韩志强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是在结束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七次峰会后抵达曼谷的 离开巴黎岛时 当地民众沿途欢送 机场举行了热烈友好的送行仪式 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 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部长卢胡特等 到机场送行 出席 电词 公监 回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